其實蠻多地方都會用到所謂的那個關係預算值 比如說兩邊是否相等 等於等於 是不等於 這前面都有講過 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另外的話呢 如果有兩個邏輯 兩個以上邏輯的話 像剛剛3 而且要5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要加and 而且 OK 那其中一個為true的話 這個為true就over 這個可能前面也有提到 所以基本上這第二類的題目 很多都會跟這一些 還有所謂的算數運算值 像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第二零試題 它也是說哪一個數字 乘上哪一個數字 比如說這個二零試題 第二類的二 這個假設我今天什麼 輸入什麼呢 輸入這個30 然後再20 最後第三個條件就是給什麼 給一個乘號的話 那它就會幫我把第一個數字 乘上第二個數字 結果輸出 OK 那當然其他還有所謂的 加減乘除 還有除除 還有這個百分比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前面也有沒有講過 所以這邊一樣 如果它給不同的 你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做計算 所以這一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把它執行一下 那當然 它這個題目 第一個啦 我們用它提供30 Enter 20 Enter要600 OK 沒有 對 所以它要加進 對第三個條件它要乘 所以第一個 是 第一個應該是所謂的被乘數吧 第二個是乘數 第三個是我們要的那個 這個運算值 OK Enter 600 再來的話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你可能比如說三 換一個 30 Enter 20 Enter 用減好了 有沒有辦法 Enter 10 OK 它每個都要OK 你不能說 只有那個600可以 其他都不OK 那這樣等於有點 是只有做一半而已 那怎麼辦呢 首先一樣 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 先輸入一個A OK 那就是30 第二個的話要輸入一個B 那就是輸入20 也就是再來第三個 我們可以多一個叫OPR的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特別注意 你就不能像上面一樣那種轉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了 Input進來的話 它一定會是文字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你如果外面沒有包EVALUE的話 它一定變成30的文字 這邊特別注意 這邊為什麼不加 因為如果你加EVALUE的話 它變成這個減 本來是減號 是這樣子 你用EVALUE的話 它變成一個減 這減是什麼 它就變成什麼都不是 OK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轉型部分 這也是考試我印象中 我自己還蠻常遇到錯誤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忘了加 有時候加反而是錯誤的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要針對它不同的運算值 所以題目裡面也會跟你講說 你這個地方要分別什麼 針對這個加減乘除除 然後百分比 這個去做什麼呢 做每一種不同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做邏輯的話 必須把那個OPR那個變數裡面放著 做一個什麼邏輯判斷 那判斷的方式的話 接下來就是if if什麼呢 if 最後再加一個變數叫answer 就是裡面最後結果是多少 OK 我們預設值等於0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先增加有4個變數 再來的話做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if opr這個裡面的東西 特別重要 因為我沒有轉型 所以它裡面一定是文字 那如果你要比較兩邊是否一樣的話 中間一定要加兩個等號 OK 兩邊是不是一樣 那OPR裡面是這個減號好了 過來有沒有一樣是不是加 不是跳過去 OK 那如果 第二個是不是減 所以這邊是不是減 是喔 這個OPR 那如果說你將來這個地方沒有加EVO的話 它一定就是放一個這個減 那減跟這個減一不一樣 一樣 但如果你外面加一個EVO的話 這個把它拿掉 這個把它拿掉 兩邊就不會 match 這一點可能要退回 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 就把什麼呢 把A就是30 減掉B20 把這個結果呢放到Answer裡面 Answer裡面本來是0 然後把它減完之後變10 10的結果放Answer 那最後我們就把它print出去就OK了 那一樣的道理 剛剛呢 我們如果是乘的話 如果剛剛是30 乘上20 那結果一定600 那把600Answer回來 其他的話就是一副 跟剛剛一樣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輸入的話 就是先打這個 然後把它複製貼過來 加一個EVO 然後把這個改一下 再貼過來 再改一個成 再改一個除 再改一個除除 OK 再改一個什麼百分比 OK 求余數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Answer的結果print出來 那就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 其實反正先寫一個嘛 然後其他怎麼做呢 其他就是把這個複製 所以我蠻習慣用拖拉加Ctrl鍵 因為還蠻好用的 拖拉加Ctrl鍵 有沒有 那再加一個EL 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把它改成- 這邊把它改成- 這邊把它改成- 加減乘除 除除 每個都做完 那這樣的話呢 是大公告的 最後把它print出來 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應該沒問題吧 試一下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204題 OK 就是利用這個邏輯判斷 然後做出我們要的計算結果 這個叫算數運算 204題算數運算 試一下 順便也有點複習前面講過的 所以所有的運算值 的一個相關規則 記得這個加減乘除 等等的相關規則 請務必還是要熟悉 還有就是說 比較運算值 兩邊是不是相等的話 一定是兩個等號 那不等於的話 記得一個金探號 金探號等於 就不等於的意思 這個可能相關的 這個關係運算值 或者是邏輯運算值 或者是算數運算值 等等的 還是要先把它熟悉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解答裡面的第八頁